假设马银是你的伴侣 马银也是你的伴侣 马银也是有投进你的公司 这样又不一样讲 这样当有这个投资者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自然而然 你的企业的执行能力 你企业的资源 你企业的市值 大大小小都有提升一点 所以在这个绕的时候 你就再容易一点点 它是一个新创企业 时常都面对市值的问题 还有投资者对他们信心的问题 因为可能在很初步的过程的时候 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概念期 投资者也不知道 到底你能不能做到 然后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又要融比较大笔的资金 然后大笔的资金的过程里面 我们又不想稀释太多的股钱 所以我们就会把市值提高 我的建议是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可以融一点一点先 可能当你有一个从idea 变成一个prototype 变成一个MVP的时候 你可以试看先融一笔 小资金 可能是一个三十千到五十千 在这个小资金的时候 主要的不关键的不在融钱 关键的在融人 在融团队 然后呢 after你有了行业的权威 有了这些人的时候 然后呢 可能你再进行你的prototype 从你的prototype 变成一个minimum viable product的时候 可以开启市场的时候 可能它不是一个full feature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当你开始 acquire一点客户的时候 当你的企业制造了一些的业绩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在继续融第二轮 在这个第二轮的时候 可能你可以target 融一个五十千到一百千 target 可能可以让你持续经营你的企业 for about the next four to six months 然后当你把顾客也引进来 当你把revenue引进来 当你的企业开始走了半年的时候 开始有数据的时候 开始有顾客群的时候 你再开始去融一笔比较大的资金 target 可能在一个两百千到五百千里面 这样会比较给投资者更多的信心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市值也有数据来back up 然后呢 你的执行率也有数据来去证明 你是能做到的 本来有的人是讲 一次一轮融五百千 最好 但是我又不想稀释太多 可能我就要评估我的企业 在两三百万的市值 评估我的企业在五百万的市值 我希望第一轮我融资不要稀释超过20% 或是25% 因为等下未来的第二轮 我没得被稀释了 在稀释下去 发起人团队就不够了 所以你就有这个担心 但是你可以把你那个 一开始那个两百到五百千 分批阶段来融 把一个绕分成三个小绕 然后每三个小绕的时候 找对的核心的合伙人 对的投资者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企业持续化的去融资 然后当你有对的投资者的时候 然后你自然而然你的市值 你的执行能力 你的团队的能力 投资者就知道拼股 就假设举个例 可能你是做某某的行业 但是你在融资的过程 一开始融资的时候 可能你只想融一小小钱 三十千到五十千的时候 但是关键的是 如果你一拉到一个行业的权威 或是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投资者 来投资进你的企业 当你在融第二轮的时候 人家讲 假设马银是你的partner 马银也是你的partner 马银也是有投进你的公司 这样又不一样讲 当有这个投资者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自然而然 你的企业的执行能力 你企业的资源 你企业的市值 大大小小都有提升一点 所以在这个Round的时候 你再融一点点 来融一些现金流的模式 希望企业能做 当你有顾客群的时候 很容易的去证明给投资者看 我是有执行能力的 当时我融了100千 这个100千 我的企业可以进行到这样的阶段 通过这个100千 我们已经引流了2000个顾客 在这2000个顾客里面 有一个10%是 在我们平台平均一个月 有消费50到100块的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证明 现在我需要更多的钱 来做更多的推广 更多的钱来设计更复杂一些的系统 所以可以服务这群顾客 然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Ticket 比赛从50块到100块 提升到200到300块每个月 当你有数据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去解答给投资者 在融资的路程里面 你必须要用数据去解答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投资者想看呢 到底你的项目 或是你的生意模式 到底能吸引到谁来投资 有的时候 投资者是一群羊 他们其实不是很聪明的 假设今天 你的生意可以吸引到马云来投资 你相信吗 你不用讲什么 每个人都想投资 这个也就是同样的 在寻找我们的第一个的领头人很重要 因为一个好的领头人 将会带来很多的优势 所以当你在继续融资的过程的时候 他就会给到你很多的方便 很多的信心 很多的人脉 让你去不断的去融资好吗 OK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